请问农场最佳居居位置在那 来看看这个位置怎么样 位置是不是得天独厚 一览整个农场的右侧 可惜我们上不去啊 再来看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非常的隐蔽 可以覆盖农场右侧和马厩 背靠旅馆 还可以狙杀马厩和旅馆之间穿梭的玩家 这可都是官方运用居一点啊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假装人机狙击玩家 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一整局都在这个位置 能不能活着撤离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场 纠战雀巢狙击挑战 看看能不能待一整场 然后顺利撤离 看我的装备 裸墨新一把 3.5倍镜 不加消音 就此要搞掉 再点止痛药 对付人机 再点吃喝 搞点高级子弹 别小看普通农场啊 你都不知道能发现什么玩家 开局不管在哪里 咱们直接冲狙击点位 OK开冲 咱们应该是第一个到达的 周围没有玩家 先把这个人机狙击手干掉 不好意思兄弟 整活需要 麻烦你站个位置 OK前置工作准备完成 接下来就是静静地等待玩家靠近来 麦田那边暂时对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威胁啊 有人机当我们的屏障 主要还是马就过来的人比较危险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了 嗯 究竟还有人 过来了 咱们不要动 等他出来 他肯定不会注意到我的 我敢打赌 看看怎么说 来了 怎么样 头都不抬的 哎呀 一枪没打死 我是打到腿上了吗 嘿嘿 偷袭 嗯 这边也有动静 有人在打人机 就是他 不要着急咱们等个机会 就是现在 一枪做掉 麦田那边也有动静了 在这儿 直接一枪做掉 在打什么 打人机吗 这边好像有个头 一枪做掉 哇 这个位置狙击简直太牛了 谁能想到我这个人机竟然如此的致命 马就的人也打起来了 不会附近来人了吧 这人机也动起来了 哎 好像打得我 哎呦 我你妈呀 鸡哥们放过我这个小狙仔吧 已经如此艰难了 何必干尽杀绝 先吃颗止痛药 不管他们 刚才看到前面有声音 在这儿 你发现我了 但是晚了 这位兄弟刚才肯定在疑惑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人机啊 不像啊 我觉得别墅发现的人已经被轻了 哎 马就又来来了 一个伪装者 等他开门 给予致命一击 看到没有 偶尔在这里狙一狙 还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OK 时间差不多了 再不走来不及了 咱们看咱们的战果 这位兄弟两枪打死的 看看 啊 装备这么差 最贵最贵啊 再来看看难卖田的人 啊 装备也很垃圾啊 再来看看这一位 哦 装备不错哦 武器是S12K 看看被弯了又啥 哇 还有个M4A1 看到没有兄弟们 普通农场卧虎藏龙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来销行动标的 没想到咋里面了呀 这一趟没白忙活 子弹也挺好的 M855和独头带 那么咱们只需要撤退 就填上成功了 马上就要到车里点了 但是被人机盯上了 很烦 我还缺水了 等等 有脚步 在这儿 哎呀 你咋不走呢 这位兄弟在蹲车里点啊 听了枪声 赶紧过来看看车里点 没想到吧 我还没过去呢 不过即使我过来了 你那把枪也打不过我的 成功了 看看最后赚了多少钱 哦耶 差点10万 还可以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兄弟 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